這可以說嗎 硬要比誰最漂亮的話 就只能說 我們都很漂亮 Hello Elle 大家好 我是Lily Xu 今天來挑戰 Ask Me Anything 我最喜歡跟媽媽一起去運動 同時可以激勵對方 也可以一起成為更好的人 我比較喜歡跟姊姊聊心事 因為姊姊真的很懂我 我要說一句話 她就可以立刻接到我下一句話要說什麼 這可以說嗎 我其實覺得 因為我們四個風格都很不一樣 所以硬要比誰最漂亮的話 就只能說 我們都很漂亮 張芸茵 她是我心目中的大偶像 因為我很喜歡她的心態 永遠很正面的面對一切 只要看到張芸茵就可以覺得 自己被Motivated 我很喜歡她最近的Baddy 因為我覺得超級可愛 我沒有學舞蹈 我只是看到她那個直拍很可愛 我一定要放護唇膏 然後每五分鐘我都要補一次護唇膏 因為就是覺得嘴巴乾乾的不舒服 我會比較想挑戰演員這個工作 因為我很想要跳脫出自己的生活 然後感受一下其他生活是什麼樣子的 我現在有一個小煩惱 是關於五條物的 但是我先不說什麼 然後也不爆雷 所以就可能看到後面的人 就會知道什麼我在煩惱 我喜歡東京復仇哲 因為我覺得裡面的千冬很可愛 然後喜歡 因為我真的超級無敵喜歡五條舞 Sweet Home的第二集 很好看 這個 我想了很久 但有一個超能力我非常想要 就是可以隨時隨地的 進入到二次元 並且 擁有最強的力量 就比如說我現在進到 就是回家 我就是裡面最強的人 然後就可以拯救 所有我想要拯救的角色 想知道更多的訊息 請追蹤L-Tiwan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